我们首先用很多这个蓝色 我用的是Ultramarine 这个蓝色 那么我会这个蓝色呢 我加一点点的黑 让它变成一种深蓝色 然后我今天从底下画起 我从这个画纸的最下面 涂起 多加点蓝色 加一点点黑色 每次加黑色的时候 千万不用加特别多 因为黑色它一点点 就会上了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黑色 千万不需要特别多 你现在看下面 因为我这个刷子特别湿 所以就特别明显 那我再多加一点蓝 多加一点黑 让它稍微这个颜色重一点 然后慢慢往上走 继续加蓝色和黑色 往上 那么越往上 你可以加一点白 让它颜色稍微淡下来一点 像我们以前学过这个渐变 所以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的这个白色 加一点白 在这个 我刚才录了半天 没有录上啊 我刚才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背景的 把它涂上了一个蓝色 那你这个背景 你可以任何你想涂什么颜色都可以 没关系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学 怎么画这个月亮 所以这个背景 你用我这个蓝也可以 你用任何别的颜色都可以 就在涂的时候 尽量让它中间的颜色淡一点 然后呢 这个下面的颜色深一点就可以了 那我用的是这个Ultra Marine 像我说的 你可以用任何的颜色 都没关系 对我会在下面这个地方 给它加深一点 我这个刷子会有时候会经常 沾一点水 要不然它太干 然后会可能从下面的地方深一点 然后越来越往上 让它渐变得比较自然 对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刚才加黑的的地方 我如果不加点这个蓝 它就会渐变不是特别自然 对 放点蓝 然后蓝色往上推 往下推 可以紧 这里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等它干 然后就可以再里学 怎么画月亮了 我现在要等它干一下 我们再回来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纸已经干了 我现在在这个上面画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圆月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我用一个这个胶带 你可以用任何的这个形状都可以 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 蓝亮 我用里面的这个吧 就是大概 画一个圆 好 这就是一个一轮明月 那像我刚刚说 你可以用任何的这个你有的 那我们先用一个笔 我用一个这样一个斜着的笔 你用任何的一个这个中型的就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加一点点的白色 好 然后我们的白色呢 再加一点白色 那我的白色呢 这里面混一点点之前的这个蓝 让它首先让它有一种这种 非常非常浅的白 然后我顺着它这个周围 的这个感觉 你会发现我是用这个笔的这个笔尖 在画 这个笔就不要沾水 让它干干的 对 让它干干的方式先把它给这个 这个四周都先给这个图上 这样你自己就知道呢 在这个圆圈里画 所以画的月亮的时候先这样 把这个圆圈的部分给涂上 那这时候可能觉得有点不顺手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这样把它给 倒过来 这是都可以的 你看自己怎么比较顺手 那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比较顺手 所以同样的我在这边先把它填上 好 那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这个月亮已经 非常圆的这个周边非常圆就已经展示出来 然后我们先开始填它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刷子 我们就换一把刷子 我现在换了一把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刷子 同样不要沾水 那还是走刚才这个 刚刚的这个白色 不要不用沾水 你就这样大概的 让它不要 让这个地方不要这么明显的有这个 笔痕 这个画过笔痕的感觉 就是大概这样子 让它有点不均匀的感觉 对 那么记住这个水 这个手 这个笔 现在不要沾这个 不要沾水 对 让它在这个范围里走 先把里面呢 让它比较干干的涂上 目的就是不要让这个月亮显示出 它这个有非常里面有非常整齐的一圈 但是你要让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空白处 不要完全填满 好的 那下一步呢 你看我这个用漆是这样的 这样沾一点 这个笔刷完全是干的 然后 非常非常的干 然后 然后 随便的这样子 找这个 地方把它给填一下 对 大概是这样的 不用完全填满 然后呢 我下面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细节的 画细节的这样的一个刷子 这个我之前也给大家展示过 类似于这种一个非常细一点的 或者你有任何的这个 不要能画细节的刷子 其实都可以 然后你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事 让你同样的 沾点这个白色 纯白色 然后你就在这个 这个地方 非常随意的 让它有一些刷痕的感觉 有一些突出的感觉 比如是这样子 这一点非常重要 让它有这个非常的 random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画这个画月亮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这个边缘这里 你可以稍微让它白一点 就是在这个边缘这里 但是里面呢你就是 让这个笔带着你来画的感觉 不是你在画 而是笔带着你在画 对 对 让它不要出现这种痕迹 对 那么就是呈现大概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要用一点点的黄色 那在上黄色之前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技巧 还是用会这种比较硬的这样一种刷子 你可以呢在它干了之后 再比如说这个部位 你这个现在是非常干的刷子 没有沾水 你就在这个月亮这个地方 因为说月球表面是那种 凹凸不平的嘛 所以你就这样在这蹭 然后这样这样的时候 它因为已经干了 所以有些这个它就会被蹭掉 有些漆会被蹭掉 或者会被让它变得比较淡 那就会显得更加的逼真的感觉 对 这里这个技巧就是要用一个硬一点的刷子 如果你没有硬一点的刷子 你可以用一些别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你洗碗的那种 那种 钢丝啊或者是类似的 在这个位置这样蹭 就不错 你看这个时候就会体现出非常 逼真的月亮的感觉 是吗 就非常逼真的感觉就出来了 一直到满意为止 那我刚刚说可以加点黄 你可以同样用这把刷子 加一点点一点点的黄 跟你的这个白在一起 还是要以白为多 那么我可能在这个月亮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 这样的一些部分 我轻轻的蹭上去 它还是有一点这个黄的印记 当然我还是要加点这个白色 好 那么呢我们现在继续加我们的highlight 我们说这节课主要是讲这个月亮怎么画 那刚才呢重复我们之前这个步骤 我这个挤了点白色出来呢 重复之前这个步骤 这个很细的笔 沾了白色之后呢 在这些位置上 让笔带着你来走 对 这种感觉 然后可能因为这个光的原因一边太阳一边的月亮可能会比较 颜色深一点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同样的这边稍微有一点 然后我们等一下等它干了之后呢 再做回我们刚才那个动作 对 我们可以用回刚才这个比较 比较硬的刷子 然后在这些部分让它蹭掉一些 颜色是完全可以的 好那我们的月亮先留在这个部位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那现在我们画一下这个下面的部分 这个下面可能有一些水啊 有一些 别的颜色呀 那我们刚刚这个蓝色 加一点这个黑色 对 然后可以加一点点的白色 我可能把下面的一个这个 山的感觉画出来 那你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 非常小的一个山 大家在这个位置 对 毕竟我们这个只要画的是月亮 所以这个山不用特别的在意 它的一些细节 我们把它只要把它这个轮廓 可以走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黑色和蓝色 把这个填上 对 对大概是这样的 那稍微有点这个山暖起伏的感觉就可以了 对大概是这样的 可以有些地方稍微再高一点啊 这个是完全看个人的喜好 可以自己自行来加 对 好的那下一步呢 画这个下面的这个 那我用一个 同样是用一个平的刷子 好比说用这样的一个刷子 然后用回刚才这个白色 把下面就月光给画出来 月光非常容易就是 这样子轻轻的往前走 月往前走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 这个上面加点水 然后把已经画了的地方用手这样蹭 这样呢就会显得更加的真实 因为月球我刚说是凹凸不平的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话这边呢会 让它露出更多 其实这怎么做呢 就用这个刷子沾点水 然后呢用手把一些地方让它 手指把一些地方让它这个颜色淡下来 甚至是让它有点褪色的感觉 那会显得更加的逼真 对 好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我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把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些 匀的部分 这个不是匀说错了 这个倒匀的部分给它画下来 那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 画的最近的一定是 一定是最 最长的 那越往下一定就是越窄 非常简单 就这样左右左右的走就可以了 这样左右左右的来 来回这样走 对 非常简单 那么 在这个黄色图完这上面呢 用这个唇白色 再涂一层 那唇白呢 就大概涂到中间 的位置 对 大概这样子 就这样左右的 用一个平的一个 平底的这样 这样平底的一个刷子 对 如果你想让它这个 稍微再明显 再突出一点 你可以这样往左右的拉 这都完全没问题 毕竟这是非常大的一轮明月 所以 我可以想想它倒匀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比平时的要 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 甚至可以非常这样 非常大胆的往这个水上走 对 这样其实就已经出来 一轮明月的这种感觉了 好 那么最后一步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用一个这种 比较硬一点的刷子 然后呢 用一点这个黑色 然后可以在这些部位呢 稍微这样子 点点点点点点 仿佛就有一些这些植被啊 在这个位置 那这边也是的 就把下面的这些地方 稍微用这个 刚才这个剩下的黑色的 然后它在这边点缀一下 可以随你自己的想法 可以让它高一点啊 低一点都可以 好 我们今天就大概画的这样 主要还是以画这个月亮为止 但这个月亮如果 想让它更加逼真的 像我刚讲过 可以就是用手指啊 或者用一些别的一些 好像已经有的这个地方 像我刚这样把它哭掉一点 所以会显得更加的逼真 对 对 好的 好的 结束 好 对